台南有民众行经永康区骑车违规遭到警方拦查 没有想到无照驾驶的行为却意外曝了光 当下疑似心声不满 不但大声呛吓还不断地跳针 质疑远警没带零检意义单拒绝盘查 对此警方也提供了密录器画面还原事发经过 男子违规按程序开单并无不妥 远警边拍边唱虾狂走查要维护自身权益 你不能叫人上来吧 为什么不能叫人上来 往死里打就是要远警把零检意义单伸出来 一样的话跳针再跳针 而远警火气也跟着上来 我没带不要紧啊 重点这不是重点啊 说什么也不肯善罢甘休 再如下去没完没了只能叫支援 以为能解决结果没有 男子整个压起来 我问你哦 你出生的时候没带零检意义单 讲话这么大声完全没在怕 但事后警方视角也曝光 其实根本是歧视违规在先 你没解决你就不能骑车啊 还原当下原来29号晚间10点多 这名40岁成姓男子骑车行进台南永康区 一次车速过快摇摇晃晃才被拦了下来 结果这一查男子确实交通违规 无照上路 警方请同任资源领检意义记录表 开立成名后并无不让成名离开 而针对蓝查行为疑似很不满 质疑警方没有攜带异义单 也违规 律师则是出面打脸 这义单并不是警察对你领检的一个依据 是说如果民众对于这件事情 你不同意 后续或许可以进行夙愿 违规在先还想距离力争 完整画面曝光 男子这下恐怕糗大 记者黄芬奇谈不到